-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来运转节目 我是艾菲尔老师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有关于爱情的话题 有很多人就问老师说 他很想谈恋爱 现在是一个单身的状况 但是呢 他究竟要去哪里来认识这个新的对象 把握这个在学校里面认识的对象呢 还是应该在职场里面去认识 或者呢 应该要到这个朋友的聚会里面去认识新的桃花 那我们今天就要用塔罗牌来帮你做一个 有关于爱情的测验 那我们测的题目呢 就是今年的新桃花 究竟要到什么样的场合跟地方来认识 我们今天选用的塔罗牌的风格 非常的特别又可爱 那就要凭你的直觉做第一选择 要帮你做一个塔罗牌测验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塔罗牌呢 它是有一棵大树在这里 那在树下面有一个奶奶 有一个妈妈 在跟小朋友在讲一个童话故事 二号牌的风格呢 是一个 这边有两个小天使 他们好像在跳舞 那在一个月色的夜晚 那周边呢 有一个森林的一个图像 这边还有一个城堡 那旁边又长了一些花朵 三号牌的特色呢 感觉上是一个秋天的一个图像啊 那前面呢 那前面呢 有一个小松鼠 那这边有一个人 他拿了一个杯子 在这个夕阳斜下的一个森林当中 四号牌的风格呢 这就是远方有一个城堡 前面呢 有一个大的金色的南瓜 那前面有两只老鼠 一个是白色的 一个是灰色的 那后面呢 有一个绿草如荫的公园 那请大家凭第一直觉 从这四张塔罗牌里面 做一个选择 要帮你做一个测验就是 今年的新桃花 会在什么样的场合 跟环境当中出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张塔罗牌 它给你的提醒是 你在今年要去海外度假 而且可以在交通场所里面 遇到今年的新桃花 那要注意一下 给你的一个特别提醒 对方的年纪会大你二到五岁 因为这张塔罗牌呢 是塔罗牌里面的战车牌 它代表说 今年的桃花 必须要到远方才能够遇到 所以你今年有可能会遇到一个 海外度假的异国情人 如果说你在今年的夏天 秋天或冬天 正准备要安排一个旅行 或者是说去一个游学的话 那就更应该把握在海外的 比如说这个餐厅 或者是这个公园 或者是这个风景名声 遇到别人跟你搭讪的话 就应该要把握 那这个就是 对方的年纪会比你大 第三张塔罗牌出现的 给你的提醒是 校园社团或者是餐厅书店 会遇到今年的新桃花 那特别提醒你会遇到一个 跟你年纪相仿 或者是同龄的对象 为什么呢 因为这张塔罗牌 是塔罗牌里面的教终牌 暗示的是代表是说 你会在这种学习的场合遇到 或者是在图书馆里面遇到的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 今年正准备要考试 或者是说有很多的时间 正准备在进修的话 更应该把握这种学伴 或者是共同读书的这个对象 就可以补出一个新的恋情了 一号塔罗牌给你的提醒是 今年的塔罗会在同事聚会 或者是公司联谊当中 遇到这个新的对象 那给你的小提醒就是 对方的年纪会大你三到七岁 会是一个比较是年纪略长 或者是个性成熟的对象 因为一号塔罗牌 它所暗示的是一个皇后牌 那皇后的暗示就是说 对方的这个工作的能力 工作的经验 或者他的收入都会高于你 所以呢你喜欢一个 在爱情当中被人保护 或者是备受呵护的感觉 那刚好在职场当中 又可以跟对方共事 又可以向对方学习 那感觉上这个职场的恋情 就会开花结果 那我们来帮你看一下 二号塔罗牌 它又提醒了你 在今年新桃花会在哪里出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 会在同学的婚礼 或者是娱乐场所遇到 那对方的年龄 特别提醒哦 会小你一到两岁哦 因为这张塔罗牌呢 是塔罗牌里面的六号牌 它编号六号 它是一个情人牌 所以呢你要多去一些 这种恋爱浪漫的场所 比如说谁的婚礼 你去当伴娘 或者是说同学的生日聚会 有一些这种派对 你就可以去参加 那把握一个姐弟恋发展的可能性 就会婚姻幸福美满 喜欢新座或塔罗牌的朋友 你可以上媲美网 里面有许多丰富的知识 也有老师的专栏文章 或者是上时来运转 以及艾菲尔老师的官方微博 就可以和我一起关注 更有趣的塔罗牌话题 关于十二星座 与自己幸运色的开运小知识 是你的服装 配饰 可以是你房间的这种 装饰的主色调 也可能是你网页空间 blog的背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